在今次的施政報告裏面 我看到有幾個亮點 特別是在佔為167段的總內容裏面 有成20段是講這個 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的政策方面 特別強調了要怎樣不忘初心 要全力推動一國兩制 這個兩制是要如何實踐 並不會受到任何衝擊 無論在政治、秩序 甚至乎在外國勢力的干預情況下 會變形走樣 所以這個一國兩制的意念是很清楚 是堅持 在這個情況裏面也要講清楚 任何人 再強調一下 任何人 你履行公職的時候 必須依從基本法104條辦事 你未宣誓的 你不能夠就任 就任的 如果你是表現不符合 基本法104條的要求 沒有理職的話 決定了之後 也要離職 這個就是 在2016年11月7日的釋法 人大常委釋法 之後作出一個決定 這個決定也在今年11月11日 就是我們看到有四名的議員被DQ了 特首也有說到 就是中央是很希望 我們是可以全力以赴 盡一切努力將這個疫情壓下去 我們早幾日之前 有一幫同事 和社會言达 聯名簽給特首呼籲 我們要有一個目標的日子 是用來去當作是一個通關的日子 這個通內關是至為重要的 因為無論在經濟和民生方面 一天閉關 會影響幾十萬人 就是有十幾萬個家庭 另外中港兩地的經濟 也都是受到很大的打擊 所以我們聯署一封信給特首 我就希望以2021年1月1日 為一個假設的我們的目標 開關時間 由那天我們work back回頭 若然要去做任何強制性的措施 應該都要12月頭要做的了 因為我們採取了三管齊下 第一就是要有強制的那個全民檢測 第二是要有這個禁足令去做支援 第三一旦驗到出來 短短十個小時內已經可以驗得到了 有結果是沒有任何大菌的話 那你就發一個健康碼給它 有健康碼的人就可以豁免於禁足令 換句話說禁足令只不過針對那些 是明環不寧 不合作 也都不去做 或者做了之後根本沒有健康碼 因為它是帶菌者 所以三管齊下在我們兩天前 聯署給特首 希望它可以在這一方面 就認真地去考慮 那如果是可以的話 一旦拍一半 都有七天時間做好其他的配套 只要瞄著12月16號是第一日 首日清零 然後連續是有14至15天是清零的話 那我們和內地深圳廣東省 當局去討論說開關 瞄著2021年1月1號通關 那我們就會有籌碼 那這裡我是想和大家再點點證 中央支持並要求香港特區 是採取一切防外防輸入內防反彈 而內防反彈一定要做得到 是有科學性和有實質性的成果 是要三管齊下 剛才我所提的 希望政府能夠繼續留意這一點 快來訂閱通視 按旁邊小鈴鐺 給我們點讚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麼想說的 也歡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